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专无使用率前五牌出炉 水龙王警牌第四 第一个初步医药 5.1卡池四星曝光 5.2-5.3闪兵同款 封斯加尼冰斧登场 那塔战舰来了 元神5.0下半卡池的基尼奇 雷电将军已经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截止到5.0版本 全角色专无使用率最高的前五排名情况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第五名 圣险之药使用率56.1% 首先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五的武器 圣险之药了 该武器是尼路的专武 专武的使用率达到了56.1% 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也能理解 这把武器对于尼路的提升也非常的大 虽然外观不是太大 但是强度在线 第四名 万事流勇大典使用率56.9% 然后要说的就是专武使用率排名第四的万事流勇大典 该武器是纳维莱特的专武 武器的使用率达到了56.9% 水龙王的强度极高 搭配上专武 不异于如虎添翼 对于强度党玩家而言 专武的抽取也是实在必得 第三名 使用该武器作用的买法 食用法 什麽通想灯 近乎 尸 至于专武使用率 排名第二的武器是 阿默 该武器是干羽的专舞 和干羽最为契合 对于干羽厨而言 不仅强度辟業 外观也和甘雨很搭配 作为常驻武器 很多玩家都有 以高达60%的使用率登顶第二 第一名 护魔之杖使用率61% 最后要说的 就是排名第一的专武 护魔之杖了 该武器是胡桃的专武 以61%的使用率登顶第一 作为早期的离越3C之一 强度 人气双再线 专武算是标配了 所以使用率高也很正常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 都有哪些使用率极高的专武呢 原神纳塔5.1版本的前瞻直播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 和草神纳西达等角色 也即将up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 火神马威卡 倩特拉利 恰斯卡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1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已经公布 分别是西诺宁 千枝 纳西达 胡桃 就不多说了 而说起5.1卡池 陪跑私心的安排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5.1上半卡池 大概率是 武郎 早幼 入野院屏障陪跑 下半是下落地 行秋 九旗忍陪跑 不过 毕竟只是预测 大家看看就好 而说起5月2日 及后续卡池角色的登场安排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卡池 是城女恰斯卡 和城南欧洛伦登场 其中恰斯卡的定位是 五星风系染色C 并且拥有空拘力 类似于闪兵那样 依靠重机打输出 这个机制 大概率是真的 毕竟5.2的深渊 Buff也和重机有关 欧洛伦的话 据说是四星雷西弓剑辅助 其他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5.3卡池中 双五星角色 火神马威卡 和冰女倩特拉利 也会登场 其中火神虽然可以挂火 但是频率低 类似于雷神 主打火系反应相关的伤害 定位前台-C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冰女可以给盾 后台挂冰 定位类似于大莱伊拉 这么来看的话 和火神组队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这算是纳塔战界 要来了吗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